哈喽大家好我是美股六五行 好长时间没有出现在大家面前了 最近主要是或者说今年以来吧 我说是出一些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些事情 然后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在盯盘做一些任理交易 但是我看到后面我以前写过的一个任理交易方法的一个这样的视频 还是有很多人在关注 甚至有更多的朋友在后台留言说最近怎么没有看到我的一些视频的更新啊 让我觉得我录制视频的比较感动 也就是说是找到了与我方向或者说操作方法同频道的这样一群人 这也就让我觉得我自己的分享是有价值的 我也愿意去在这上面更好的把我一段时间沉淀下来的一些经验 或者说我的一些粗浅的理解吧 再继续分享一下给大家 那么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 不管是我做任内或者说是做波段 甚至就是去做一些比较长一点的周期也好 它都存在一个共同的一个特性 都是有一个横强的爆发期 然后有一个一波趋势出来 又回调 回调之后 这个回调的一个时间呢 它有长有短 具体呢根据不同的周期你可以去看到它的一个长短 比如说拿特斯拉来说 看到这样一个列子 这样一根柱子那就是一个小时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来个小时也就是差不多一到两个交易日 然后这个回调的一个过程 然后我们从四个小时来看的话 四小时的周期来看的话 它的一种这样的 比如说这个回调 它的等待的一个周期 或者一波趋势的一个启动 那又是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一点 技术吧 然后来看一下看一下 这有几个 去统计吧 我们来看一下 也就是有小半个月的时间吧 一好的八好 它中间当然是排除掉一个周六日 基本上十来天的时间 这样一个过程的话就是 不同的周期对于区域的盘整 或者说区域的一个调整的要求 对于人的耐性 或者心理的一个考验 那是有非常大的区别 也就是说做了短线的 想换换口味 做做长线的 或者做更大一些周期的这种情况 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 心理没有跟上 或者说对它的一些 这种调向没有把握得好的话 那么就会比较着急 然后会急不可耐的 介入去做一些 它并没有回调到位 或并没有符合 入手条件的时候去杀鸡去 这样的话就导致很笨动 我们所谓的一个交易就是 站在场外的时候 我们去去观看 这样是一个免费的一个事情 但是如果一旦进入场内之后 你是下了单了 买了单了 那这个时候 它就不免费了 它会有一些交易成本 它会有一些等待 那个时间的成本 还会有一些 你的心理上的煎熬等等这些 它都是可以算作成本的一个因素 就是 当然希望买完之后 马上它就会去按照 我们自己做的方向去进行 上涨也好或者下跌也好 就是一个付出的成本越少 得到收益越大 这肯定是一样的 这和我们做生意是一样的 就是最小的成本 获取最多的收益 因为交易的话 它会无形式终 可能就是 我刚才想到了 那种那个错觉 就是说我今天我就 比如说一万块钱 或者两万块钱也好 我就放进去 只要我不卖 那么它就没有损失 其实不是这样的 其实你买入进去 如果我现在有错误的时期 那么假设你在这里买了一万块钱呢 然后它现在一直回调回调回调 这个它都是和我们做的那个实体的一个生意 是一样的 也要去计算在那 我们当然希望呢 就说是买入进去之后 可以准很的 符合我们的要求去上涨 至于这个就是 我再把之前人类交易的一些想法 然后再在这里面再进行一个 比较系统向的 或者说分享也好 瑰娜也好吧 我再简单来聊一下 因为一般的话 美股这样的 基本上就是30分钟一小时 这对大多数人来说 也是比较可以的 那个事情 这有五分钟的话 嗯 如果说是 刚头一次玩啊 然后新手 因为我不清楚 券商他的 来回做这样有超短的 手续费是什么样的 嗯 不到很好的话 波动起伏大 差价做出来倒很好 如果差价做出来比较小的话 那么五分钟 这样中心 我觉得就是 相当于垂直率给券商来 做慈善了 可以说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假设排除掉券商交易手续费的 这样因素来看的话 我个人认为 就是要从一小时入手 在一小时里面 可以去看一下他的一个趋势 看完好趋势之后 那么在更小级别里面 比如五分钟里面 再来找一下 合理的一个入场的一个点位 那么具体的方法不足就是 比如说在一小时里面 我看到 当时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由于这个复途的话 他没有这个回放的一个功能 所以说在交易的时候 最好 可以截图 或者说 打开这样的一个软件 对他进行一个实时的 录像 以便于复盘自己 当时做出这样的决策的 本依据是什么 我为什么说呢 因为当时这里面 则有一个挺大的这种缺口 这个缺口 还没有消失 当时做的 当时发现的时候 那么好 我发现是这样的缺口 那么有这样的 左边的这个位置 然后这边又产生了这样的 中间就是我画的框 这个地方是一个缺口 然后又产生了这样的 两个因素 对这样就看到了 看到没有 他这个地方 他是有个这样的缺口的 当时我记得 他是有一个这样下跌下跌下跌 不断的下跌 然后他会调 那我这个框去掉 对就可以看到 但是有一个这样的情况 我就在想 我说这里测试 他可能是一个潜在的一个机会 因为 这里是一个框 然后这边又有缺口的 或许说短暂的缺口支撑 因为能不能撑得住 那我们当然不清楚 我们就假设它可以撑得住 这地方产生的这样的东西 那么就把它关注起来 这个地方看看 今天有没有机会下手 因为如果说有机会 他往上拐 那么就是 小的一个双底 相当于是二次一个测试 为什么说二次测试 因为这边的一个测试的话 他的低点是166 然后这边的话 他到了169 明显是有一个三个钱左右的一个差跌 他有个差距的 也就是说这边的一个测试下来的 结果他没有 比这边左边的更低 比左边的更高的一个价位 那么这就是对我们做度来说 是一个好的一个现象 你不管他回调完了 继续往下跌以后 或者说是稍微回调一下 快速的下跌 那么这个都是 所谓一个好现象 就是说是 没有产生的更低的低点 所以做多了 就是首先这样的大的结构 他就出来了 一次小双底 那么这样的情况 我可以把我 飞行的一个东西 我贴到这边 我截图贴一下 因为我得 一些比较好的朋友 或者关系 微信群里面 我有在发过这样的 一个帖子 因为当时我说 这个地方 是有一个好的下手机会 因为当时我记得很清楚 但是在 盘旋的时候 应该是在 一百七十一 一百七左右 那个位置 我说这个地方很可以了 他一个潜在的 这样一个机会 如果说 下手可以下手 当然他距离个位置 止损的话 最好是在前面的一个地方 前滴也比较近 五块钱左右 但是潜在的空间 还是挺大的 但是因为我们的关系 比较熟悉一些 然后我就简单分享一下 我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说 这个地方没有问题 然后当时我还集合了一下 外汇行情的一些组织 然后我对他进行一些比较大的一些推测 所以说 在这里的时候 我确定了 我说今天可以去抄底的一个过程 那么 在 一小时里面确定好之后 如果没有明确了 价位也不要OK 认可 那么就可以去抄一下 不用去小处期里面看了 如果不放心想要去等一等 那么可以从小处期里面看一下 但是一个 八号的时候 看看八号的时候他在什么地方 七号八号 也就是这个时候 八号的时候他有个 这样的深度洗盘的这样的过程 首先看一下 他这样一波下来 然后这边低点高点 然后这边是产生的高点 然后这边产生的 比这边高的一个过程 那么 怀疑他是到位了 为什么怀疑他到位了 因为他有一个这样的过程 一波这样的急速拉伤 拉伤完之后 然后快速的 狠跌下来细盘 第二是169 然后另外一个这个 169块06毛 然后这边是169.4 差4毛钱的 没有到前提 这里先对于这里这个前提 没有到这个地方 这个对于我来说 我太熟悉不过了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说我实行了 稍后再去说 我至于我盘着这样的情况 我对我做多来说 我真是太喜欢了 我就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组织 很干净利落下来 然后细盘 又不过这样的一个前提 那么 这样的空间的 这个基本上是潜在的 而且之所以的话 如果说你到这地方 你之所以 你也不用甚至在前面 不用 你就拉到这里就可以了 对不对 比这边成本银行 低了一毛钱 低了两毛钱 之所以甚至比他这边还要合适 那你就放在这里 然后打之所以就打之所以 如果不打之所以OK 潜在的空间 至少能到这里 也就是说 95 9加5 也就是至少有5块钱的一个这样的 一股的一个收益 那这个盈可比来说就非常好 这样的 一小时也OK 然后5分钟也比较OK 那这个事情就完成了 那么到什么地方跑路呢 在我看来 一小时来看的话 在我觉得就是差不多就在这里 我也就跑了 当时我也在区里面 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思路看法吧 然后可以把这样的 我们说一下重要的一个地方 就是我刚才5分钟看到那个图 在这样的形态的 我说我非常熟悉 那么熟悉的地方在于哪 那OK我们来切换到一个外汇的一个痕迹 上面来看 美元日元 然后在这样的情况 可以看到美元日元的一个角色 在这里的时候 那么我当时做的时候 我就非常开心 喜欢这样一个东西 在这边 然后跌一步下来 然后你们巨大的影响上 然后你们回调 精彩标准的回调 OK 那么之所以大胆一点 放在这里 然后好好走走走 往上走起动起动 然后在这边的话 不断的挡 挡在往上拐 挡在那里挡在那里 挡在那里挡在那里 如果继续往上走 那就是这么像的 一根两根的继续往上挡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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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挡 差不多到附近我就跑了 后面我已经没关住了 但是 那就错过来吧 但是其他社会 我也把它一个机会找回来 看一下 这边 走走走走走 它有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135.6 然后高了137 就算这个地方 它又涨了两三块钱的一个左右的差价 非常的猛 那你说这种形态 我是不是非常喜欢 那我可以把今天的一个标题命名为 大家可以给我几个比较好的标题 那么就必杀这种形态 我们再结合去看一下特斯拉 对吧 记得刚才是一个五分钟的一个情况 可以看到是不是 它这边的 虽然刚才五分钟一个一个 能不能把它 如果是开了回险的话 你把它进行周期的一个归纳 它又是有一个这样的情况 巨大的一个上涨 那么如果说你看的还不清楚 那么就继续 把进一个归纳 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位置 然后才产生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存置 这样这种 我们可以称之为信号吧 然后 开始有个快速的又杀回来 那么杀回来之后 他没有破的前提 然后如果他破的前提 OK那就失败了 但他没有破 那就OK就产生了这样的 那信号 现在信号之后 结合我刚才讲到的外汇的一个表现 明完整的情况 当然了就是说是不能上班用套 也要结合一下它具体的走势 但是在我看来啊 就是 这种走法就是庄家的一个操作的一个痕迹嘛 那你在底部的时候启动的时候有一波 跟风盘 然后杀入进去 然后庄家快速的杀回来 所以要打掉这波启动 走跟风盘的一个操作 但是他又不破前面的这个地点 对吧 这就是庄家他就是为了充分的洗盘 那么洗盘的目的当然不言而喻嘛 你就是往上走 对不对 不在干嘛 不直接跌回来的 对吧 如果真的跌回来 那就跌破就算了 对吧 但是没有跌破 那么就果断可以去上车这样一波 这一波趋势 那么到了这里的时候 走掉这一下啊 也就是170买路 然后1199块钱的一个收益 他讲这边就走掉了 走到 对我们来看的话 嗯 比较划算的一个买卖 好 对我也有说在我的一个想法 刚才我就 不用去重复这个事情 那么接下来我可以去把这个 周期或者说我的一些想法判断 只要我有时间 只要 我的粉丝愿意去看我说的一切 我会更详细的去说一下这种细节 包括他和成交量之间的一些结合判断吧 你这边我是没有放成交量 我是为了就是屏幕比较大 看得比较清晰一些 我没有把成交量这边放出来 我把成交量放出来的话 我们可以去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对比 然后再去讲一下为什么成交量 对他产生一个异常的一个作用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 呃 文科夫的一个思维 对成交量的结合上面来判断的话 但是由于这个小周期的话 它的成交量有时候会有一些 切换盘口的这样的操作 也就是说可能不同的一个交易软件看到的这个K线的柱子可能会有所不同 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观察它整体的一个形态 看K线的话就是主要看它那个四个要素 那就是开盘 然后收盘 然后最低价最高价 我们老老抓住这个K线的四个要素 对它进行判断 那么就不会被K线的一个 外形所迷惑 然后再加上把握它对成交量的判断 那么我们可以说 把我们的出手的一个上算 然后拉到对我们最有利的这样一个局面 那么至于接下来怎么走 我当然是希望啊 他在这个地方 然后然后搞一搞啊 休息休息 对不对 因为不可能这样一下子就干上去 现在大盘的一个情况也不是一个全面的一个牛市 如果全面牛市的话 可能稍微一下子就直接干上去 对吧 但是我更希望就是休息休息 哪怕你的跌回来也好 没有问题啊 我们到时候再去详细飞机 所以要怎么走啊 不去猜测了 他随他走出什么样的形态 我们就做出什么样的形态结构 但是呢 我这里面有两三个方案 如果说有 感兴趣的 我们可以去继续留言啊 然后多多去转发转发 其实我是有一些规划的啊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先说到这些 因为节奏时间也没有去做分享了 说的也比较啰嗦一些 好了 感谢大家的理解